你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 是不是也还蛮风云的 我觉得风云还得靠一点技巧 技巧比如说 就去上一个人少一点的学校 就挺容易出名 就你一个 然后有一回我们校庆 就园游会我就安排说 好我们这次要卖那个泡芙 然后其实我听说楼上有一个学弟 他就是喜欢我 但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表达 那天我就织好我们那个摊 在我们教室的门口 然后看到那个学弟 就先跟一两个朋友一起来 然后就也很酷那种 来两个 然后买了以后就坐在那个前面这样 就挨个就坐下来开始吃 吃完了以后又再来 然后就你就开始一直卖 然后心里又很开心 微妙 后来就发现 他们应该已经快要吃不下 就整个这边全部是的泡芙 奶油都已经撑得不行了 他过来移动到一个旋转楼梯那边 旋转着吃 挨个给零钱 然后是他的同学 给他的铁锅店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 然后来买了一个泡芙 后来真的都全买完了 好会啊 海阶后来开始加价高加卖 一个泡芙一万他也卖 说到风云人物的爱情故事 我这边也有一个小故事 想要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的爱情故事 我第一次在这边说给大家听 勇敢一点 因为上一期我没有了偶像包袱这个东西了 太好了 所以我就豁出去了 当时呢我在泰国念书 有一个学期 就新转来一位新同学 是一个男同学 他也不是说特别帅的那种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干净 然后特别爱笑的一个男孩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他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当时就所有人都喜欢他 然后包括我身边跟我很熟的学姐学妹 也都会来跟我讲说 喂好买了 我买了呀 就是就是啊怎么办 他过来了 我好帅 我好喜欢他 怎么办散逆 你刚刚那个是乱讲的 那不像泰语啊 不是你听得懂泰语吗 我听不懂啊 那你说我不会说 人家是泰国人呢 直接说你那个泰语讲得好假 好像也没有了解他是吗 又没做 我知道我在做效果 做效果 奥犬 那个效果也没有响 你的效果好逼真啊 你继续 然后当时我就在某一个瞬间跟他认识了 然后他因为他那天说了一句中文 他就你会说中文 然后我说是我会 当时他就我叫ABC 很高兴认识你 我对上了两个人 隔了一天 一天晚上 我的手机响了 你认识的时候就留下了联系方式啊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我就喂你好 你好 然后他就说请问 你手机欠费三个月了对吧 睡什么睡 起来嗨 他说请问是伞丽吗 然后我就说你是哪位 然后他就说我是ABC 他就说啊 我跟谁要要要来的呀 因为他就觉得说很亲切嘛 会说中文 然后他就跟我告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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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 人生第一次被告白 就是在这一个时刻 哎呀 真的 我当时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 但是我就觉得被一个风云人物 喜欢是特别骄傲 我们泰国有一个社交软件 然后那个时候是朋友 就可以挂在那个栏上九宫格 那九宫格就是你觉得 认为最好的朋友 很重要的 重要的朋友 然后中间那个呢 是你心爱的 人 对 然后隔一天 我就成为他high five 那个中间的那个人 天呐 等于说把你公道给大家 让大家都知道了 对 然后我当时就 一下风云了 你成为全校的公敌了 我那天去学校 所有的学姐学妹看到我 也开始不跟我打招呼了 每看到我的时候就 然后我就很不舒服 怎么办 甚至有学姐来跟我讲说 你凭什么的那一种 天呐 就跟我很好 但是因为就是 这件事情 天呐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真的特别生气 然后他就 好 知道了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以为他会弄掉 结果到中午 他当时呢 就到大使堂的中间 然后就说 散力是我喜欢的人 谁敢碰他 我就弄他 然后我当时在指派 等一下 他会不会说的是中文 只有你一个人听的东西 没有他说的泰文 但是说的没有很清楚了 但你会很感动啊 我不感动 你不开心吗 我觉得太丢脸了 我当时对他是还好的 就朋友这样 我问一下台上的女孩子 如果有男孩子在全校 公然这么宣布 而且你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你还没有同意 说实话 在我不知道情况下 其实女生是有点难为情的 你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 而且当时会想很多说完蛋 全校都要跟我为敌了 就开始脑补 是的 学校里面的很帅的一个男生 白衬衣 然后袖子卷裙 我问一下 我说什么 我最最后的每次 我最后 他要死在过 也都得了 那你肯定就没感觉了 不行不行没感觉了 但听下去好汗 但是我想说一个 我认识一个风云人物 他拥有一个偶像剧班的女朋友 但是呢 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小胖子 哎呀 你这个玩到的呀 不要这样吗 我的天哪 他在学校呢 就是非常的低调的那种 然后大家呢 其实也不认识他 就很平凡 自从他去参加了那个选秀之后 就变得不一样了 再次回到学校 就看到门口就挂了一个那个横幅 就热烈欢迎杜海涛 荣获湖南卫视 闪亮新主播第一名 欢迎他荣归故里 至于到这样种程度了吗 学校的荣誉啊 他是他们学校第一个 而且闪亮新主播那时候也很多 对 然后他们学校那个礼堂 然后礼堂的墙上就挂着那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 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 还有杜海涛 但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并不是得到闪亮新主播 总冠军 他人生最大的亮点是得到了孟臣对他的青睐 真的 还有啊 其实学校里面 胆子大的男生 也会让女孩子 太喜欢了 讲讲看 喘过气 喘过来了 这个故事呢叫做打破学校女厕的鬼故事 哇 看去好精彩哦 听到去好精彩 我们那个学校 是一个百年以上历史的学校 这个传说流传了一百年以上 一百年了这么久 哦 这个传说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三楼女厕 哦 第四个坑位 第四个坑位 好细啊 那鬼住的 那个好讲究 啊 哈哈 就是里面有个小女孩 嗯 待了一百多年 哈哈 就说她在上厕所 上洗手间 她就蹲在那个坑 哈哈 哈哈 这个鬼故事好不吓人啊 有个小姑娘 哈哈 都是你们害的 我一直在做到这种恐怖的气氛 哈哈 太难了 你们这边说故事太难了 没事 我们都在听 我想说的是 你在学校成为不了风云人物没关系 你只要去挑战这种传说 你也可以成为风云人物 怎么挑战 来 我需要一些人跟我一起演 又来演是吧 要多高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上班了 上班了 谁演 怎么演 你是要演坑位 还是演同学一起 哎 有坑 有三个同学 好 我来演坑 不是 你长得比较像我同学 哈哈哈 不用那么细吧 你像坑 哦 我像坑 我像坑 我们几个人去厕所的 当时啊 就就三三五好友 三个 三五 三五好友 我们平面四个人好奇怪 是啊 你看到底三个还是五个 现在是四个 总共四个 好吧 你不想演啊 我也没到不想演的地步了 你就不要关我们的情绪了好吗 我听说那个 第四个坑位 哎 门锁上了 天呐 好恐怖 你们信吗 哦 我不信 不信 但不敢去 对啊 我们都是男的 为什么要去女的 女厕所不好吧 有人在 我们打破这个传说 好啊 我们变成风云人物 怎么打破 怎么打破 我们就开那个门 好 看看里面有没有小女孩 好 好兴奋啊 五六七 走 真的莫名其妙 真的 你接电子就 走过了走过了走过了 坑在这 门在这 门在这 这时候啊 谁打开谁开 有点怕很黑很黑 门在门把在这 打你先试一个 你先试一个 锁了锁了 锁的好死打不开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你用嘴巴咬一下 咬一下 我打不开 你试一下 我 打不开 你这么快 你好假 你刚刚居然这样 我根本就没碰 我那时候心里面 当时我觉得 完了这个传说 真的是真的 是真的 里面一定有小女孩 天哪 所以我想跑了 她只是锁着而已 但我同学把我抓回来 哎呀 你好难抓 你是哪里啊 她好累哦 跟她演戏好累 她好突然 你还来了 什么 扎湿了 坑位鞋 没有你的事 你们要抢鞋 快点 你们到底进不进来 石狗快完快结束了 干嘛跑 不是我害怕 别跑不准跑 带我们来的 说好了 我们今天必须要把它打开 为了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 往上爬 往上爬 上面有一个洞 那还需要一个坑才能爬 对 还需要一个坑吗 不用不用 才在我们身上 我们把你垫上去吧 对对对 来来 来来来 来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有没有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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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怎么了 看到什么了 成长你们知道 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了什么吗 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一个 不 什么都没有 哎呀 口水口水 其实 我们打 其他不重要 他有三 三坨很大的口水 吐在我嘴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对不起 你这个故事一开始好感人 最后怎么收尾这么烂 难道你们会希望 我真的看到一个什么吗 不是 那总有一个结果 你这个毛坑得打开吧 结果就是里面都是拖把扫把 然后反正 校园才说都是骗人的 兄弟 兄弟 你跟大家讲话 不要拉着我 是你拉着我 没有必要了 在这个摩托把扫把扫把 扫把扫把扫 на到 在这一边 出行情 解释 听 我 感谢观看